Hello 大家好 DJ又来了 这两天狂出片 放假放假 我们又没得出街 因为天气不好 很大烟 连我的女儿 她都不用上学 两天不用上学 很多朋友想知道 很搞笑 想看我们的梳法是怎样 因为之前有段影片 说过我们很惯着梳法 我们的梳法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很惯着梳法的原因 上次我们回香港的时间 刚刚我们下午机 早上就送梳法过来 坐得不够 一个小时就说要走来来 乡法了 是不是应该很惯着梳法呢 其实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现在我们在梳法前面 就放了一堆东西 这堆东西是什么 就是准备我们的梳法 然后说明天我又回香港 明天我一个人自己回香港 我一个人 我是真的一个人回香港 一个人回香港 教什么呀 马来西亚生源 第一 这边不可以打工的 不可以做事的 那我就回香港做一下 做一下我的网络生意工作 然后教一下讲座 跟着bel Meltzer 谈谈谈谈谈谈 做一下training 我的生意都是人的生意 要交多些朋友 认识多些朋友 介绍多些我的生意 给朋友认识 香港想过来的朋友 又不知道做什么的 又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纯粹分享的 各有各所需的 完全没问题 今次回去 我就准备了一些手信给大家 来我赶座的朋友 早点来 都不是很多 我怕到时不够太好吃 那里有百多包 百多包的手信 就带来给大家 迟来没得吃 不要骂我 有时人家想多拿一包 好吃的 正东西 我没理由说不准不准这样的 我预计了 都有足够份量 但我没时间再买了 刚才想再买 买不了了 买了给我 买手信 这件事其实我从小到大 很头疼的 就等于朋友出去吃饭 欠给钱 我真的不懂得欠 欠给钱 吃饭 说开 这里的朋友又是很热 但是这里的朋友很厉害的 他们吃饭 欠给钱是一个很厉害的方法 就是不声不声 静静地拿了单单出去给钱 炸掉去厕所就给了 我真的超级不好意思 这件事是十分多谢 曾经静静地 和我吃饭的朋友 静静地去买单的朋友 在这里十分公开 在100K人面前 多谢他们 希望这段影片有100K 在100K人面前 多谢大家 有时我真是不好意思的 吃饭都要付钱的 买手信又有什么问题呢 有时去旅行 都会买手信 有些朋友买手信回来给我们 究竟买什么呢 在马来西亚有什么手信啊 女儿 猫山王 那些人要叫我们买榴莲 但是买榴莲 真的是很头痛的事 第一榴莲不能放久 第二 基本上坐飞机是不可以带榴莲的 带榴莲 如果被他捉到就充公 那些人怎么带榴莲回来 走去买游客区的榴莲铺 整个猫山王 麻烦给我真空包装 那里又很贵 真空包装完之后 包到买一抹 又加一些石纸 然后就放在行李箱里面 放行李箱里面 就偷偷地寄回去 如果中途被他找到 或者有味道 那些海关很聪明的 闻到有榴莲 他就叫你开箱 开箱榴莲 要不你立刻吃光 要不就充公了 那又浪费了 对不对 好了 接着来了一段时间 就发掘到 几样很美味的食物 加上呢 经济价钱实惠 这个叫什么 你真是 看包装 在超级市场 一点都不吸引 通常那些薯片 薯条 这些这样 五颜六色 整道 你一拍完 全部都五颜六色 有红又绿 选择它们 怎么会选择它 白书书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知道 这个是很出名的美食 所以我就买回来试 试完之后 我觉得好吃 有些朋友都觉得很棒 所以今次 我就带了这个 做手信叫什么 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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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有些大小的市場反而沒有 有時候有些藥房 或者小小的商店有得賣 這個就是檸檬的鹽糖 香港跑山的朋友 跑山的朋友都對 我們經常買鹽糖 日本那些很貴 這個鹽糖多少錢 這一盒是18個多 18個多買貴了 有一間好像我看過賣18元 裡面有12包的獨立包裝 一包裡面也有很多粒 這個也是很棒的手信 又便宜又漂亮 另外3號手信 這個牌子可以記住 冬丸 很多這些小小包 裡面有花生 綠色的不知什麼 香草 有很多不同款式 有花生 Ball生 這個很多 有很多 十幾個盒色 這個 一塊 馬幣一圈多 一下 一包 這個不多 不得的 這個買不到 剛剛我們的S mindful 買完了 給自己一點 因為我朋友留下了 那蔓廣座的朋友 還沒有 下一個蔓廣座 有 这个不是讲座的 这个刚刚有个肥仔 那个朋友叫肥仔 很出名的肥仔 他想帮他买的 我又不认识这个 人家说认识就认识 绿茶来的 应该都是正的 又特意买的 这个肥仔记住 好了 我们的沙发就是这样 其实是很普通的沙发 只不过你用不同的心情去看 这张沙发就会变得很神奇 我们会很爱这张沙发 又会很想念它 未来这几天我又会很想念那张沙发 唉 沙发 有人来和我享受一下 这张沙发太大了 多大的沙发 加上手信 先拍照 哇 好 手都振了 好 香港见一下 记得了 9月21 9月22日 香港的DJ日记 赶座 再加MM2H 再加DJ究竟 怎样在这个世界上 找食 和大家分享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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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